《慈悲心》 慈悲心是学佛的基础心 一个人要学佛 要拜佛 要心中有佛 所以佛的基础就是要慈悲 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 要更懂得慈悲 要原谅别人 要能够原谅众生 我们要好好地学佛修心 要把自己的心绣得更干净 因为一个人的心不干净 他的慈悲心就不能注入在你的心 所以没有慈悲心的人是学不好佛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相互尊敬 相互爱护 大家平时有什么问题 要相互解答 要相互帮助 所以希望大家脑子要干净 不要有杂念太多 不要想得太多 要放下万元 也就是说 我们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 我们现在有烦恼 它总归也会过去 所以不要把烦恼看得太重 所以要把烦恼化为菩提 所以有一句话叫 烦恼及菩提 那么烦恼来了 你才会有这个境界去克服它 这个境界克服它之后 实际上你就是拥有了智慧 所以智慧就是菩提 因为菩提就是智慧 所以希望大家在新年当中更拥有智慧 而且拥有菩萨的智慧 人要更慈悲 更要多做善事 更要多做好事 更要遵机守法 更要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众生 想到别人 这样的话 你才会成为人间的佛 人间的圣人 所以多想一点众生 少想一点自己 那才是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应该做到的事情 好了 谢谢大家了 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新年愉快 好好努力学习啊 把台上的白画佛法每天看一片 记住了 不管在什么地方 只要有心 这个世上无难事 只要有心人 要好好地修 一个心 要像桂林山水一样 这么清澈无碍 要懂得 天底下 没有一个事情 能够骗得了 天骗得了地的 只有这个纯洁的心 才能真正地让自己 在这个 五着恶式的社会当中 才能生存下去 所以任何的人 只要 浑炉 浑水之中 他慢慢就会被浑水 所吞没 只有出乎你而不然 这个人才能真正地 活在这个五着恶式当中 所以真正学博修行的人 是不会计较人间的一切得失的 也不会计较人间一切个人得失的 因为这一切 都是如过远淫焉 这一切 随着我们 时代的变迁 岁月的流失 都慢慢地 进入了历史的坟墓 所以 让我们 一定要懂得 珍惜现在 才会懂得拥有未来 让我们懂得 真正地学博人 那是一个 不是人间 百目修 要学 天上 菩萨行 我们做人 就是要学菩萨 才能脱离 人间的六道 我们学博 就是要脱离六道 才能成全众生 成全自己 所以学博 那是个未来 那是一个 永恒的东西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 好好的修 千万不要再浪费时间 千万不要再去做那些 无谓的 让自己受伤害 让别人痛苦 让人类受灾的 任何的对人间不好的一些业障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学博 这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出路 因为人间最后的出路在哪里 因为人间靠的是一种纯洁的心 才能救度自己 到天堂 到天上 到达彼岸 因为我们如果再这么沉迷下去 我们再为了人间一点点的快乐 为了一点点的名和利益而活着 我们将失去永远的人生 我们将失去自己本来的面目 我们将失去人性的本性 我们将失去一个下辈子在做人的机会 我们可能和动物和畜生一样 下辈子与人间的人在共存 所以只能望上不能望下 台长告诉大家 好走的路在人间都是下坡路 我们只有精进的拼命的往上走 虽然艰苦 但是我们看得到未来 虽然艰苦 但是我们拥有美好的境界 这样你才能真正的脱离六道轮回 谢谢大家 这也是台长青年主持之一 谢谢 我们说初一有个星气象 我们学佛人心中初一应该有佛像 就是要有佛的心在心中 要有佛的像形象在心中 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像佛像菩萨 我们做人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我们做事情 我们要懂得怎么样来软绒来随缘 实际上一个人能够随缘的话 那么他就慢慢的能够顺应 这个我们的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缘分 实际上随缘就是顺缘 顺着自己的缘分 你就找到能够随缘的方法 实际上我们做任何事情 在这个人间我们都要懂得树有根水有缘 什么事情都会有一个根源的 如果把这个根好好的扎好了 我们的树会越长越大 越长越茂盛 我们今天把菩萨的心放在了心中 我们做任何事情 以后做出来都会像菩萨一样的 所以我们的树会越长越大 我们人会越来越善 我们的事情会越来越顺 所以身体好了 那你的精神也会好 你的心中有菩萨 你的身体一定不会不好的 所以希望大家在新年当中 要福慧双修 又要做好事 惜福积德 我们又要有智慧 学习菩萨 这样的话 你在人间才不会白来一次 能够救人的人就是菩萨 希望大家多多救度众生 能够多多的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爆发慈悲心 祝福大家 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好好地学佛修心 台上很想念你们 希望你们心中要常祝福 昨天菩萨说了 观世音菩萨说了 要把自己留有一块干净的乐土 让自己身上有乐土 你菩萨才会进入你的身体 否则的话 你没有这块热土的话 菩萨进不了你的身体 所以你的心永远就成不了佛 大家要好好地去多度人 要让自己身心干净 自己多保重 新年当中要注意自己身心要健康 现在身体一定要健康 心灵也要健康 心灵不健康 身体一定不健康 好好地把菩萨藏住在心中 什么事情都会很健康 谢谢大家 祝大家心愿愉快 身体健康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修 一定要好好地学 台上真的很想念你们 台上是要你们好好地学佛修心 多帮助众生 你们要记住 要慈悲啊 一定要帮助众生 帮助人家的人 永远是菩萨 永远是快乐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就是帮助别人的人 好不好 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